現在我們要開始講常見的元素 我們要介紹一些元素 這一段內容全部都是背 結果我好好的背就對了 第一個我們要介紹的是非金屬元素 講的第一個叫碳 所有的有機物都含有碳 下學期會教有機物就是含碳的化合物 所以有機物裡面都有碳 然後碳有不同的形式 我們今天國中交流鑽石、石墨跟C60伏、巴克球 他們叫做銅素液構體 銅素相同的元素液構 不一樣的結構 排列方式不同 所以形態不同、狀態不同 叫做銅素液形體 所以第一個名詞叫做銅素液構體 銅素液形體相同的元素 但是排列方式不同 因此性質上有差異 待會兒會再講到它 然後呢就是銅素液構體 就是相同的元素 但是組成的數目或排列方式不同 比如說氧跟臭氧 一個叫O2、一個叫O3 一個是兩個氧原子 一個是三個氧原子 還有一個叫紅磷跟黃磷 不過這個國中現在沒有交了 沒有交了 好這個是我們這裡的三個結構 一個叫做石墨 看到左邊的土一層一層的 所以它很容易剝落 中間叫鑽石、立體的 一個一個綁得實實的 所以它會非常的堅硬 最右邊叫巴克球 符C60 60個碳拼成一個足球的樣子 一顆一顆的足球 每個足球有60個碳 八顆球 現在的科學 已經發現了更多的碳的 所謂的銅素液構體 銅素液型體 其他的我們就沒有講 我們也不管它 你就記得我們有這三個玩意兒 就可以了 那麼其中鑽石跟石墨 是很久以前就知道的 所以會比較重要 你要了解它的結構有何不同 有何不同 到銘質銅素液構體 銅素液型體 相同的元素 但是不一樣的排列方式 不一樣的數目 鑽石就是它的立體的結構 使它變得很硬 它是最硬的東西 我們地球科學會教的 魔式硬度表 它最硬 硬度石 然後呢 鑽石 它如果是純淨的 沒有雜質 就是透明無色 但是有一些是彩鑽 還有一些雜質 呈現不同的顏色 粉紅色啊 藍色 藍色 然後呢 石墨是黑色的 它叫做黑鉛 因為它很容易剝落 所以它可以做鉛筆的筆心 所以 鉛筆的筆心誰做的 石墨做的 鉛筆的鉛怎麼鉛 不是金屬鉛 是黑鉛 就是這個石墨 石墨 然後呢 上次交通的重點 它是唯一可導電的非金屬元素 你要配好 唯一可導電的非金屬元素是誰 石墨 你要寫石墨 你不可以寫碳 因為碳有很多種 會導電的是石墨 會導電的是石墨 然後 國山會教你 它做乾電池的正極 國山要教你 你要知道的事情 它做乾電池的正極 OK 就是你要記住的一些事情 再來就是活性碳 那個活性碳 就是碳有很多的孔洞 很疏鬆 因此它有很大的表面積 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東西 所以 你們家如果有養魚 你們會有一個濾水器 那裡面就會有活性碳 或者你們家裡買過什麼淨水設備 金屬型裡面也會有活性碳 還有你們買的口罩 我會說 還有活性碳 都是要幫助你吸附雜質 幫助你做過濾用的 就是活性碳 了解一下 然後呢 底液機 有所謂的碳粉 不過就我所知 裡面它不只碳 它有別的什麼 小塑膠液什麼之類的 不要管它了 碳粉就靠靜電 把那碳粉吸上來 然後呢 就壓過去 就印在紙上 就到了底液的效果 就是這樣子 所以用靜電 三年級的時候會交靜電 然後呢 讓這個碳粉附著在紙上面 呈現黑色的致積 OK 下一個叫硫 硫磺 硫磺 硫磺有什麼顏色 黃色 正純的硫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沒有味道的 黃色脆骨液 是它的化合物可能會有味道 OK 硫磺 常識認在火山溫泉地區 我們陽明山這邊的溫泉就是 有硫磺的 還有硫磺成分 所以會有股味道 所以會有股味道 然後呢 噴氣口啊 會出現一些黃色沉澱物 就是硫 然後呢 這我們未來在下學期會交 我們在做橡膠的時候 可以加入硫 增加它的彈性 改變它的性質 否則 天然的橡膠很難用 硬的時候 冷的時候硬的時候脆脆 熱的時候就軟軟的會發你 很難用 那這改過性之後 就變得比較好用 這是下學期 有機化合的時候會交 橡膠交流 加上流 增加彈性 然後呢 二氧化流 以後我們地球科學會提到 我們交過二氧化流嘛 流燃燒產生二氧化流 有脂性的錯味 然後呢 然後我們以前交二氧化流 溶於水會形成什麼東西啊 溶於水會形成什麼東西 這是古時候交過的 二氧化流溶於水會形成什麼 35號有嗎 OK 14號 沒有14 27 27 再一個27 二氧化流溶於水變什麼 5 4 走啊 你講話嗎 你講什麼 他說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你說二氧化碳啊 請坐下 你很神奇耶 二氧化流溶於水變二氧化碳 所有東西都沒有碳 你放這個碳出來 三氧化碳 蛤 我覺得是沒有 二氧化流溶於水形成雅流酸 然後會構成酸魚 所以我們以後 以後會再講一次 酸魚以後會再講一次 以後會再講一次 然後剛剛跟你講過了 我們那陽明山的溫泉是有流的 會不會到就這玩意兒 就這玩意兒 就這玩意兒 硫化碳 硫化碳 硫化碳比空氣重有特殊的錯味的味道 在我們這些火山裡面經常都會有 我們是有 然後硫化碳會跟銀作用 會產生黑色的硫化碳 所以會告訴你 如果你帶了硫飾品 不要跑去溫泉 那個硫化有流的溫泉那邊去 否則你的出去的時候 是亮晶晶的硫像炎 後來就變成我媽媽的硫像炎 那硫化碳是有腐蝕性的 所以如果你們家住行一路附近那些 有大哥大姐這些好野人 你們家電器會比別人容易壞 別人家可以用五年 你們可能用三年就壞了 因為你們的硫化碳有腐蝕性 如果你打開窗戶 可以聞到一種特殊的匯道的話 就表示你的空氣中瀰漫的硫化碳 它對你們家的電器會具有腐蝕性 所以你們家的東西會特別容易壞掉 沒關係嗎 住你們這個好野人 常常壞也沒關係 沒關係 沒差 OK 好 然後這個是零 零有紅磷 這是我們國中古時候這樣教 他名稱有些 像那個美國他名稱不是這樣翻的 就不要管他們 因為我們以前叫紅磷跟黃磷 然後紅 掃黃掃毒 黃色有毒 所以黃磷有毒 黃磷有毒 然後紅磷呢 紅磷呢 就拿來 很容易燒掉 所以火柴放上有磷 火柴放上有磷 就是紅磷 幫我燒起來 就看一看就可以了 這個現在已經沒有在教這個東西了 現在已經沒有在講什麼紅磷黃磷這件事情 就看一下就好了 那你就知道火柴放上有磷就對了 幫他燒起來 那就細 然後地殼含量 第一位 第二位 有一些理化老師在國二的時候就會教地殼含量前四位的元素 我是到地球科學才會教氧氣與鐵 前四位的元素 氧氣與鐵 我到地科才會教你 然後有的老師現在就教了 然後細就是第二位 第二位 通常是用二氧化氣的磷碳 或細酸的存在在地殼當中 存在在礦物裡面 然後細的東西很重要 它可以做細晶圓半導體的重要成分 我們的台積電聯電 台積電現在台灣的重要的產業 它就做這個細晶圓的 產生細晶圓 就做這個東西的 它經過一些存化 這些過程做 它這個是半導體的重要的原料 我們了解一下 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些非金屬元素 其中碳的銅素液構體 是一個重點 是一個重點 要能夠理解 OK